大家好 韭菜一般在家都是炒着吃 或者做包子饺子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把韭菜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备用 碗中打三个鸡蛋 加入少许的水淀粉 水淀粉可以让鸡蛋更加的劲道 这样摊鸡蛋皮的时候不容易碎掉 搅散备用 大蒜和小米辣放无限电动算机器里面 几秒钟的时间就达成碎末了 打好之后放入碗中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勺生抽 半勺陈醋 一小勺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锅底刷一层食用油 舀一勺鸡蛋液 烙至定型之后翻面烙 烙熟即可出锅 烙好的鸡蛋皮切成西肠条 用手抖散之后装盘备用 锅底水开之后加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放入韭菜 加食用油可以使韭菜更加的翠绿 焯水30秒左右 然后牢处过下凉水 这样韭菜不会发黄 用力把水分挤出来放入盆中 然后加入切好的鸡蛋皮 倒入挑好的料汁 拌匀之后即可装盘 一盘美味的鸡蛋皮拌韭菜就做好了 开胃油下饭真的非常的好吃 小燕就在家试试吧